大家好,欢迎来到Design for Change I Can School Challenge 我们将依循四个简单的步骤 Feel, Imagine, Do和 Share 以此帮助孩子们发现他们的I Can超能力 我们称之为Feed for Kids 在前两个影片中我们分享了Feed的前两个步骤 Feel和Imagine 我们学习了如何发自内心去感受和观察 确认Challenge 以及如何彼此激荡出创新的点子 并选择解决方法 现在让我们进入Feed的下一步 Do Do是力求实践 把你的想法付诸于行动 字们将从Do的过程中学习到这些重要技能 批判思考 规划方案 记录和领导力 Do可以从让孩子们制定行动计划开始 同时你可以问他们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什么资源 我们有多少预算 要如何获得所需要的钱呢 这个计划需要几个人参与其中 历时多久 你要如何记录发生的一切 团队合作很重要 请让孩子们结合自己的长处 分工合作 同时你还可以联系相关组织和专业人士 这有助于孩子们了解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阶段你还可以使用另一个工具 How How To 在制定行动计划时 鼓励孩子们在每个阶段询问 How 怎么做 例如 如果他们要计划访谈家长 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在学校组织家长做谈会 怎么做 在学校召会时通知大家 How How To 可以帮助孩子们解构想法 并制定出更具体的计划 当孩子们完成计划之后 就事实后行动 让改变发生 Yes, they can 请记得要记录下孩子们的精彩表现 行动方案结束之后 请用反思来结束 Do这个步骤 询问孩子们 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学到了哪三件事 你从伙伴们身上 学到了哪两件事 你从自己身上学到了什么 为了延续这个计划 你可以怎么做 反思可以帮助孩子们 回顾他们经历和学到的事 这也是为所有行动方案 收尾的好方法 现在让我们一起 快速回顾第三个步骤 Do 使用HowHow Tool 进行高效的规划 为行动制定清楚 详实的执行计划 记得将一切都记录下来 最后 用反思来收尾 All the best Go Ahead 让我们一起见证改变的发生 P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